狐狸猫和麦麦刚看完超人的电影 他们兴奋地讨论着剧情中的超人的特殊技能 透视眼 超人的眼睛能发出X射线 借此看穿物体背后的东西 麦麦很兴奋地觉得 或许我们能看到东西 是因为我们的眼睛 也发射了某种可以收集讯号的细线 而当这些细线碰到外面的东西 就会把东西的讯号回传给我们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东西了 狐狸猫觉得有点困惑 这个理论听起来好像很合理 但又觉得有点奇怪 屏幕前的你能不能给狐狸猫一点建议呢? 根据麦麦的理论 不论我们身处在明亮或者黑暗的地方 眼睛都会发射出细线 收集外面的讯号 因此即使是在完全黑暗的房间里 我们应该还是能清楚地看见每一样东西啊 但是这和我们的生活经验却是相违背的 其实我们的眼睛只是一个接收器 我们能看见这个世界是因为外界的光线进入了眼睛 有些物体可以自行发光 像是太阳或是电灯泡 有些则是透过反射光线的方式进入眼睛 而在黑暗中 因为没有光线 所以即使张开眼睛 我们也无法看见东西 虽然这个科学事实和麦麦的想法并不一样 但麦麦觉得很有趣 她紧接着想了解光的前进方式到底是什么 麦麦认为 点亮灯泡的时候 光是会笔直地直线前进 不过麦麦的假设 需要被验证才能成立 因此身为狐狸猫好朋友的你 会建议设计哪种实验来回答麦麦的问题呢 狐狸猫们想到的实验是 在三张纸上各打一个大小与高度都相同的针孔 并且把这三个针孔对齐在一个直线上 接着打开灯光 让光从第一个针孔通过 如果光是直线前进的话 那狐狸猫们就可以在第三个针孔那里看到光 实验都架设好之后 麦麦紧张地跑到第三个针孔那里观看 结果证明 只有当三个针孔都在同样的高度 麦麦才能看到光 如果将第三张纸上下挪动一点高度 就无法再看到灯泡的光了 因此狐狸猫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 光是直线前进的 在了解光的直线传播后 麦麦提出了一个最后的疑问 光的前进速度是多少呢? 在前一章介绍波动的时候 我们学习到了光是非力学波的一种 也就是说光并不需要透过戒指就能传播 而我们现在知道光在真空的速度是每秒30万公里 狐狸猫听到这个数字也觉得很没有感觉啊 这到底是多快呢? 我们来比较一下 自强号最快的速度是每秒0.036公里 也就是说如果从台北到屏东 达成自强号需要5个小时 那么达成光速的列车只需要0.002秒的时间 而光也和声音一样 在不同的介质中会有不同的速度 虽然在空气中 光的速度会略小于真空中的每秒30万公里 但是这个速度仍然算是声速的80几万倍 也因此 下次当你去看烟火的时候 可以试着留意一下 当烟火发射的时候 你其实是会先看到烟火 之后才听到烟火爆炸的声音 很有趣吧 狐狸猫们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做了一个重点整理 1.我们能看见这个世界 是因为物体发出或反射的光线 进入了眼睛 2.光以直线前进的方式传播 3.光在真空中的速度 是每秒30万公里 而且光在不同介质中的速度会不一样 最后和狐狸猫们一起来脑力激荡吧 你能提出什么样的证据 来证明光可以在真空中前进呢 在下方提出你的想法 或疯狂的实验 和我们一起讨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